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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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思想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到最后 基本上以赛亚书的最后四章 63 64 65 66这四章 都是在讲最后的审判 以及最后的拯救 因此每一章里面 都会谈到上帝最后的审判 是一个公义愤怒的审判 有罪恶 他必定审判 但同时呢也会讲到 上帝对那些愿意悔改 归向他 并且一起和他在历史里面 见证上帝是公义的神 跟慈爱的主 的这些耶和华的仆人们 他们的结局 是永远在神面前蒙福 与神同住 那因此呢 在我们这个65章也是一样 65章的上半段 也同样提到 这两种人的结局不一样 从13节以后 他提到 第一种人是耶和华的仆人们 他们必得吃 必得喝 必得欢喜快乐 但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这些不愿意悔改的恶人 他们必定饥饿 必定干渴 必定蒙羞哀哭 15节也告诉我们说 这些恶人 最后的结局 就是被咒诅和死亡 而这些耶和华的仆人 他们的结局 上帝要给他们取新的名字 代表他们要成为新的人类 进到上帝美好永恒的祝福里面 16节也谈到 在这个地上 这个大地也要更新 在这个新的大地上 耶和华的仆人们 他们这一生 为自己所经营的人生 都是从神那边 得着上帝祝福的人生 而他们所敬拜的神 是那位真实的神 真实的神的原文是 阿们的神 也就是说 这是为现实的神 神必永远以现实 恩慈 来对待他的这些 心爱的仆人们 而从前的患难 上帝也已经都忘记了 不再纪念了 从前的患难是指着 以前我们犯罪被神管教的时候 所经历的许多的患难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因为罪必不再做我们的主 神才是我们永远的君王 因此呢 接下来六十五章的下半段 从十七节开始到最后 传统上把它称呼为 一首新天新地的一个宣告 我们看第十七节 看啊 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我们如果还记得 在之前二十四章 到二十七章的这个段落里面 他的主题是 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主 那边我们看到 全地和天上的邪恶力量 结盟 成为一个把神排除在外的 一个结盟的力量 这些背逆神的力量 自我中心的力量 将被神来换掉 如今是一个神重新 创造的新天跟新地 天跟地 再次在神的心意里面 连结起来 但他们不会再把神排除以外 他们是要连结起来之后 他们是要与神结盟 所以呢 从前天跟地 还有天跟地里面的这些 不讨神喜悦的恶事 如今神都不再纪念 也不再追想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十八节 你们当因我所创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 耶路撒冷 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 为人所乐 十八节 谈到人跟神 都要为这新造的人类 还有这新造的世界 欢喜快乐 上一节十七节 谈到新天新地 十八节谈到新的城 耶路撒冷 我们之前一样在 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里面 看见 上帝用这个邪恶的 悖逆的城 来代表 不与他结盟的 犯罪的人类 而十八节这边 让我们看见 神要重新建造一个城 叫做耶路撒冷 在里面 耶路撒冷的人 都欢喜快乐 他们也以 自己这样被神更新 而向神献上感谢 人与神 都一同欢喜快乐 十九节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 和哀嚎的声音 在以赛亚书里面 哭泣跟哀嚎 通常代表着 百姓因为犯罪 而被神管教 在这个管教里面 他们经历到惊吓 害怕 甚至恐惧 他们会灭亡 因此在这个罪里面 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们跟神的关系 是完全破坏的 所以呢 充满了哭泣 哀嚎跟绝望 但是呢 新天新地里面的 新耶路撒冷城 不再有罪恶 人也不会被罪恶 所掳去 所以当然再也没有 在罪恶 还有被管教当中的 哭泣 与哀嚎的声音 二十节 其中并没有 数日妖王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长者 因为百岁而死的 人算为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 算被咒诅 二十节是一种比喻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新天新地里面 再也没有死亡 因为死亡 是由犯罪所引起的 在神新天新地里面 再也不会有人犯罪了 因此再也不会有死亡了 所以呢 他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 如果有人是一百岁死的话 那不正常 他不过 在新天新地里面 在永远与神同住里面 他算是一个孩童 而有一个活到一百岁 而死的罪人 算是被咒诅 这也是一种比喻 其实没有人 在那边会犯罪 所以没有人 在那边会被咒诅 亲爱弟兄姐妹 那真是一个 非常宝贵的应许 我们将不再被罪试探 也不再被罪所挟制 那是一个何等 有荣耀的时刻 那也是一个何等 感谢上帝的时刻 二十一节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 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二十一节 这边是跟生命纪 第三十章二十八节 在旧约那里 他们在以巴路山上宣告 如果我们背弃了上帝 我们偏行几路 不走神的正道 那他们就会在 以巴路山上 所宣告的咒诅 就会应验在百姓的身上 而那个咒诅就包含了 建造房屋 却是给别人居住 栽种葡萄园 却是给别人吃 其中的果子 但如今 在新天新地里面 上帝已经审判了 一切的罪恶 也审判了一切的罪人 百姓因着上帝 极大的恩典跟怜悯 永远与神同住 再也没有犯罪 再也没有罪的审判 自然没有这些罪的咒诅 因此在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一切手所做的 都为我们自己 所领受的耶和华 永远的福而效力 以至于二十二节 当然我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居住 我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吃 而上帝的百姓 我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代表它长久 不像那个野草 长出来 隔天就死掉 因此呢 我们将像个长青树一样 像一个生命树一样 我们要在那边 有长久的日子 因此这边说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我们在那边要去享受 上帝使用我们 去建造的一切的 这些美好的果子 二十三节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怕遭害 因为都是 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 也是如此 二十四节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仿佛我们跟神之间 再也没有隔阂 以至于我们还没有祷告 神就应允 我们正要跟神说话 神就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已经垂听了 哇 这跟神的关系 非常的美好 所以呢 在二十四节这边讲到 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 新的圣城里面 我们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劳动 跟我们自己的建造 要产生一个紧密的 正向的关系 不会再产生异化 好像我们的工作 所结出的果子 跟我们生命没有关系 然后呢 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进到非常亲密的关系里面 好像我们跟神心意相同 我们被神的灵感动 以至于我们也会立刻 就想要去看见神的美意 可以将来成就 以至于我们正要开口祷告的时候 神说 不用祷告 我已经知道 你领受我的心意了 我也已经知道 你非常喜 喜欢 非常想看见 我的心意 可以透过你来完成 我一定会成就的 哇 这真的是心意相合 非常的美 二十五节 财狼必与羊羔同时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尘土必做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边让我们看见 不仅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非常的心意相合 而神所创造的万物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的甜美和谐 而且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的和善美妙 这个经文其实之前在 以赛尔书第十一章有出现过 那是在以马内利的预言里面 讲到有一天 这位以马内利的君王 亲自治理他的国度的时候 在那里面 以前是互相攻击 或是会互相伤害的 不同的种类 或是不同的动物 还是不同的人类 他们会和睦同居 他们会彼此珍惜 彼此相爱 再也没有彼此伤害的事情了 再也没有彼此真净的事 甚至连我们一般印象很不好的蛇 在那个地方也与大家和平的相处 因为在那边再也没有罪的问题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都非常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进到那新天新地里面 享受做一个人真正的尊严 享受做一个人不再被罪挟制的喜乐 享受我们可以真实的与神同心 享受我们可以好好的 跟其他的人类 跟神所创造的万物 有一个和谐美好的相处 直到永永远远 主我们盼望 这一切可以临到我们 但是主我们知道 想要得着这样的福分 跟美好的应许 祂的焦点在今生今世 我们到底是愿意做一个 听从神话语的仆人 跟他一起 在神所掌管的历史里面 见证到神正在一步一步 恢复跟更新 祂美好的创造 让一切的创造 离开罪恶跟魔鬼的辖制 还是我们要选择的 是悖逆神到底 以至于这是永远与神隔绝 主啊我们圣愿 我们在今生今世 就来与你同心同行 欲藏天国的滋味 欲藏新天新地 奇妙无比的滋味 谢谢主 求主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 直到我们见祢的面为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